博老师现在外资都是卖不停 那我们现在究竟该怎么办 该看谁呢 好的那当然外资并不是只卖不买 你知道吗 最近外资买超第一名 讲坦白的就是T50版 整死人 期货它站在空方 现货持续站在卖方 然后买超第一名 竟然是看空台北股市的T50版 那么可是单纯就内资的一个水角度 却找到一个所谓撑盘的理由 简而言之 目前台北股市就在一个非常恐怖的 一个所谓平衡阶段 那重点就在于说 基本上当成就内资的液水角度 它护盘有它的液水逻辑 最重要的液水重点 就是来自于每一档股票 还有指数的液水关键价位 所以说基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话 不管包括纳达克 甚至于包括NVIDIA 加全还有OTC指数 甚至于包括苹果相关概念 个股他们的多空防守价 麻烦大家一定要完全抄起来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事 我是方云 让我们欢迎华信投股的 谢文恩分析师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现在苹果手机要新机发表了 那现在究竟能不能一颗苹果就台股呢 不会 为什么这样讲呢 基本上我们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我每天在盘中的连线节目当中解牌 如果请问各位 那么昨天呢 昨天呢我们就以昨天为例 昨天呢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辉达他的多方防守都在120.47 那基本上台北股市最近真的超级无敌有趣的 等于说呢 如果说你单纯看筹码的液水角度 目前外资握有胎子期货的 你看这个手势还蛮不错 目前外资握有胎子期货的空单 高达将近有3.7万口 现货的部分他们唯一的方向就是卖 然后他们买超第一名 邦尼知道买什么吗 买什么 T500 凡凡 代表他认为台北股市要崩盘 所以踢如实反加码加码加码 可是呢我的液水做法呢 我一再跟大家报告 我说主力做手操作 它是架构在价格上面的液水观念 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发现呢 昨天9点12分 不管包括你们的LiAC 不管包括你们Telecoin 我斩钉截铁跟大家预告 跟大家预告 支撑21988到952做多 只有这一个做多呢 因为昨天是NVIDIA的大跳水嘛 那结果这个做多呢 一口气轻轻松松 就获利高达将近500多点 那重点来咯 那基本上呢 今天早上起床呢 很不幸的地方 我想坦白很多人投应该很阴 因为辉达呢 它的收盘小于120.47 代表辉达又形成另外一次的跌破 可以吧 好我们讲白一点好了 如果说呢 我们把这些非常重要的成本股 还有指数打开来看的话 目前加权股价指数它是跌破 OTC指数没有跌破 可是不管包括辉达 不管包括菲德达菲尔印带 它是跌破 那问题重点就是老师 跌破就跌破 反正台北股是第一涌就好了 错 永远要大盘摆中间 就是因为辉达跌破 我请问大家 时光倒带一下 前天的时候你看到3231的伪创 甚至包括2317的红海拉尾盘 你想说我去赌一把 赌一把之后隔天大跳水 到今天为止你又全部套牢 所以说重点就在于说 大盘你一定要摆中间 那你说今天台子期货 为什么呢 一开高之后又开始震荡呢 基本上呢 你想再看一段正中后续 在昨天1点44分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告诉我的夜睡会员 我们不只期货呢 我们还会做多嘛 做多赚了四五百点嘛 选择权的部分我们也做多 就选择权部分的话 两次操作已经获利高大一倍 为什么我要做出这么风险的事情 因为很简单 昨天的收盘 它是标标准准大于AC 是 好讲完台湾之后来讲回答了 好 那回答基本上的话 你告诉我说老师 那一根黑K棒应该是假跌破 因为台湾第一涌 我讲坦白的 跌破就是跌破 它要重新再回到120.59 那反之113.81 你不用去跟我讲说 美超微什么假仗增仗 我都不在乎 空间理论最重要 113.81绝对不能跌破 同样来自于 菲拉达菲云代的夜水部分 那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菲拉达菲云代的话 它是来到前波平台仅限 可是问题呢 现阶段全世界股市好像得了瘟疫了 为什么 没有人要做 没有成交量 没有成交量 现在尤其我是觉得 美国有时候真的很讨厌 你知道吗 你公布财报算了 今天晚上要公布PC 下礼拜 每天都要公布 所以说连美国人 他现在也不想要做 所以如果说你仔细观察这一个图 有一点类似像右肩逃命反弹 就是长黑 一段长黑之后 反弹 然后还要再长黑 那我基本上的话呢 如果你相信台湾是个 标标准准领先指标 我觉得这个几率不大 可是这个几率不大 那到底外资什么时候 要认错回补 很简单 包括辉达的空方防守 包括费半指数5083.9 要收上才是个标标准准 完全止跌讯号 那板子如果跌破4953.6 那外资下礼拜又是卖盘 高达200多亿 懂我意思吧 那股票的一人所谓部分 然后说上柜稍微抄一下 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那么股票部分 我就认为相对简单的 因为基本上呢 在8月28号的时候 我跟你们预测 8147正0的多空防守价 只有昨天完全都命中 那甚至于呢 我们再想一下 在26号的一个那一天 26号26号那一天 我们盖两档股票 不好意思啦 可是我盖完之后 可能已经接牌了 8147的正宁 那正宁你没赚到钱了 那下面那一档股票 杀到脱裤子 就是天宏 天宏 那天宏今天拉到涨停板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来自于我跟大家报告 在扇刑封装当中 它有生产一个非常重要的零件 所以生产费重重要的零件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电 还有零组件不要出现强迫的状况 老师听不懂 没关系 你自己慢慢研究 来回答整题 那基本上 我们如果说回来看 现阶段的一个所谓苹果的股价 到底苹果相关概念个股能不能买 好 我与中西长讲 如果就我的了解 iPhone16也卖不动 真的卖不动 卖不动 可是问题台北股市它是走一个题材 你不能说我等到iPhone16卖不动 我再卖股票 我是觉得是走一个题材 那不过大家稍微嘲笑 包括鸿海、雅光 甚至于再讲个笑话好了 雅光昨天收最高 今天大跳水 包括他们还有花2313的滑通 滑通基本上是比较好的 因为在前一集的当中 我有讲过滑通它有两个题材 包括低轨卫星 包括苹果题材 所以说简而言之 目前台北股市是走一个且战 且走的恐怖平衡 可是只要废半指数没有跌破 多方防守之前 外资站在卖方 本土法人还会持续加满心 好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如果您不想错过最及时的资讯的话 就加入老师的Line跟Tailer关 那财经急准室 我们现在再见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作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